北北区处与士林官邸当了多年的好邻居 但有感于目前办公场所空间狭窄 民众恰功不便 于是在关渡密德新的地点 并为请书编店工程处 北区施工处协助新建办公大楼 2月25号的上梁典礼 象征着大楼工程即将卖入新的一层碑 尤其是停车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新建这个大楼 将来提供一个比较宽敞的办公环境 让我们员工的办公效率也会提升 对用户的服务也能够在进一步来提升 走进会场可以感受到工程的气势磅礴 而紧邻的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 在市区的超高压变电所 鲜渡 两处工程同一由北市处负责 而如此重大的建设 在现场督工作证的 却是两位年轻歪世代同仁 不同于给人年轻族群 经不起考验的印象 家全及凯捷把吃苦当成吃补 借由现场食物的学习 来增进自己的专业素养 如果没有学到现场经验 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所以工程从头到尾 你随时随地 你都要去注意你工地的状态 不能因为你放假 然后你就是就不管了 我希望我能继续在这个环境里面学到更多 对那而且我非常喜欢 目前我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伙伴 还有我的主管 台电这间老字号公司 近年陆续加入了Y世代心血 这也考验着主管们的领导风格 如何做好世代融合及记忆传承 是最大的课题 这几年内会大量的同仁退休 那就是说这个世代交替的时候 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技术往下产生 我们课长都很年轻 我们其实都是在四十几岁的课长都在四十几岁 然后进来在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这个阶段 那当然我的部门也有那种快退休的 但是怎么拉低那个层次 就是大家彼此互相协助 那有了同仁新的讯息进来 然后有的老的经验能够来加入 然后来互相的一个模特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工程建设就如同现场同仁的孩子一般 从无道友亲手孕育而生 即使放假时间一颗心也仍是悬在工地 过程的艰辛不是外人可以想见 但身着制服的贝贝团队 用热情及正向的态度拥抱工作 也为台电Y世代写下崭新的一页 林佳慧张志荣弯度报道 平平三代三三三